那我個人覺得收車衣是它裡面呢 稍微比較大的一個特色 就是說比較方便一點 那放的話就比較吃力一點要自己快放 那看起來是很凌斷 但是你不用擔心喔 我有測試過好多次 等一下捲一捲就會自動的進去裡面 然後自動的把它蓋起來 那下一次就可以再使用 其實還蠻方便的 這種車罩以前傳統是要自己收 自己蓋 但是有一個叫做車罩自動的機器人 它是可以幫你自動的攤開 也可以幫你自動的回收 所以我覺得還蠻有創意的 我就把它買回來了 那這個產品在畫面上看到 就是現在這一箱 而且它不便宜 大概要人民幣八百多 相當於四五千塊台幣 那到底好不好用呢 今天就帶大家來分享一下 非常大一塊 那這樣的大小其實呢 還是可以雙拉在 這個自己的汽車裡面 那上面的話會有一個太陽能板 給大家看一下這個地方 那就是變成就是說裡面的離電池 你可以透過電源性的部分來充電 也可以透過它上面的這個 太陽能板的部分來做充電 那再來就是它底部也有這個 紫滑電可以讓你固定在車上面 來做一個使用 那這個自動的機器人 它也是有分尺寸的 因為像Leo的車子 是休旅車比較大台 所以你要選比較大的尺寸 它也有不同的尺寸可以去選 把它的離電池對存孔位 裝進去之後呢 打開開關 然後打開它會有一個 使用自動車衣的一個語音提示 那接下來就是 把這個太陽能板的塑膠袋把它拆開 讓它可以正常的供電 讓這個離電池保持有電的狀態以後 手法比較沒有問題 那擺放的方式的話 這邊有提示你車頭的位置這個地方 所以就是把它放在車子 靠近車頭的位置 然後放在正中間 那我們把它擺上去 好擺放好之後呢 接下來我們就是拿出遙控器 按下這個放車衣的按鍵 好那按下去的話 它全程都會有語音提示 然後它就會把這個裡面的車罩 把它釋放出來 那雖然說是自動 不過這個車罩的部分 因為每一台車型都不一樣 所以你必須要 等這個車道出來之後呢 你要自己手動的把它覆蓋在自己的車子上面 好那花了一分多鐘的時間呢 就已經把它抓上去了 那給大家看一下 因為Rio買的是它最大的尺寸 因為我車真的非常的大 所以呢 拉起來是有點吃力 所以呢 它這個全自動呢 其實不是算完全的全自動 其實你還是需要手動的去拉 那有些朋友可能會很擔心說 那這樣 車罩的部分是不是很容易刮傷車子 這個部分大家可能就要稍微去留意 就是 如果平常有在使用車罩的朋友 應該可能 大概有自己的一個應對的方式 但是如果你完全沒使用過的話 其實車罩的部分不太適合 就是有太多灰塵 因為它這樣子 有可能在車上的話 就會影響到一些 就是小小小的刮傷等等 問題呢 整台車庫又繞過一圈了 就是它蓋起來 其實是真的是沒有問題 好那因為有止潤的選擇 所以你可以搭配在不同的一個 車型上使用 好再來就是呢 它只要放好車罩之後 你蓋好之後 它一段時間它就會自動下降 這個時候呢 車罩就會非常的緊 它會盡可能的 不要讓它有這個 風吹的一個 擺動的一個狀態 它下面也有一些 附的一些綁繩 你可以把它綁緊 這樣子就可以減少 車罩跟車子呢 車體之間 撥擦的一個部分 好再來就是它 關好以後 它也會告訴你 它現在已經啟動防盜模式了 有配件的防盜索 或者是說它有 Sending的提示 就是你去移動它 它會有報警的聲音 好現在應該有聽到 給大家聽一下 就是會有一個 如果是被它偷走怎麼辦 其實偷走它沒有遙控器 可能也沒辦法使用 而且它這個也有尺寸上的限制 所以我覺得這個呢 你也不用擔心被人家偷啦 好再來給大家示範就是收車衣了 那我稍微調整一個角度給大家看 那收車衣的之前呢 有一個動作 就是你要先把前後部分先放掉 把它放 稍微把它放掉 讓它待會可以回收回去 那如果你有綁這個繩子的話 記得也把繩子解開 好前後的部分呢 都把它放開之後呢 好前後的部分呢 接下來就是比較輕鬆的環節了 直接按下這個遙控器的收 那它一樣會有語音提示說 收車衣 接下來就不用動它了 它就會全自動的把它收起來 那我個人覺得 收車衣是它裡面呢 稍微比較大的一個特色 就是說比較方便一點 那放的話就比較吃力一點 要自己擺放 那看起來是很敏斷 但是你不用擔心喔 我有測試過好多次 它等一下捲一捲呢 就會自動的進去裡面 然後自動的把它蓋起來 那下一次就可以再使用 其實還蠻方便的 好 已經把它拿下來了 然後你可以看到它收的 非常的不錯 然後上面的話 就是它的太陽能板的設計 那收下來之後記得把 這個開關的部分把它關起來 包含如果你要充電的話 也是要把它打開 就平常放在那邊的話 就是保持開機的狀態 讓它可以充電 那充電的情況下 也是插著電源線 也是把這個開關打開 那它的設計就是 像這樣子很方便 那你就可以把它直接放在 車子的後車響